大家好 养护兰花 很多新手的花友不懂得怎样去虚肥和养护 怕撕肥过多导致烂根或者是其他的病害 或者是出现肥害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好的养护方法 养护过程中不需要撕肥 我这一盆兰花根系非常多 白色的根都是新长出来的 有的只有短短的五公分 有的在里面两三公分 冒出的这一条心芽也是非常粗壮的 再看一下这个资料 也是非常普通的松树皮 接一些棋子 瓦山石 最关键的上盘的时候 放了这个长啸的磨肥 磨肥肥效期经常一年 而且它有一个特性 它是根据养花需要养分的时候 才会软慢的释放养分 因为养花需要养分的时候 会释放一种有机酸 来分解毒氧中的有机质释放养分 这个磨肥就是根据养花的有机酸 来释放养分的 含有丰富的大领甲元素和中微量元素 能让养花长得更加旺盛 根据发达新芽状 所以最简单的养护方法 就是上盘的时候放一次肥就可以了 平时从来不施肥 养花照样能生长得非常旺盛 根据发达开花多 好了再见 谢谢大家 好